《天字的声音3》已经开始录制了 作为2022年的第一档中榜音棕 《天字的声音》第三集节目组开始发力了 之前的两季都因为请来的歌手平挺 甚至很多飞行嘉宾都太新 以至于整体节目的关注度都不够高 加上节目的连贯性非常弱 大家看完这一期自己的爱豆舞台后就不会再关注 所以节目组这一次就换了音乐合伙人 请来了周深 周深作为最近这几年内地最火的男歌手之一 也是带着实力和巨大流量成为了第三季 《天字的声音》节目的流量主要支撑 相信很多观众也对他节目中的将会 与哪些歌手有合作而产生好奇 看到节目之前的宣传 本季天字的声音将会有70多位音乐合伙人 包含常驻音乐合伙人和飞行嘉宾 来到舞台对唱歌曲 最终歌手之间会竞争推荐金曲 目前可以看到的会参加《天字的声音》三的歌手有 毛不易 会不会选择周深作为合伙人一起合作一首歌曲 给观众带来试听盛宴 这两位一直都是内地男歌手被人们追捧的人先妖魔中的两位 人气居高不下 唱歌也有共通点 就是都是真情真挚在演唱歌曲 如果二人合作一首 那首作品当大激励成为金曲 刘宇宁在参加了我们的歌三之后 也让更多的观众开始关注到她不仅吸眼的好 歌唱的也很稳 在节目也再次吸了一波粉 她录人员很好 很适合和女歌手合作 之前和戴佩妮的合作让人眼前一亮 这一次在天赐的舞台如果能和张绍涵合作 也会有很好的音乐化学反应 比较可惜的就是第二季的常驻音乐合伙人陶哲 这一季不再是音乐合伙人导师的身份 而变成了飞行嘉宾 这个反转让人眼前一亮 也就是在舞台上又要与其他飞行嘉宾PK 还要接受下面作者的四位音乐合伙人点评和选择 这就变得很严大 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关注度不够就是因为有这两点原因 第一 连贯性差 为了捧一些新人歌手 让每一季每一期的飞行歌手都是不同的 然后导致每一期之间缺乏连贯性 大家没有看完这一次再看下一期的欲望 除非有自己的爱豆否则是不会一直关注的 这就让每一期的收视率都不一样 然后整体节目的变得没有意义 第二 常驻音乐合伙人的最终定义 就这四位音乐合伙人的位置而言 就是导师的位置 他们就是每一期都在点评来的所有歌手PK的舞台表现 并且还要从两位歌手中选择一位与自己合作 这给观众看就是导师的位置和职能 可节目组却给了一个好听的称呼叫做音乐合伙人 而每一期的飞行嘉宾也就是官方名称飞行合伙人却身份高低不同 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些新歌手 或者是出道多年或别歌坛许久没了名气的歌手 这样的飞行嘉宾定位却要时不时的来 一位乐坛分量大于下面音乐合伙人的歌手 这种操作就很无语 比如像第二季的周传雄 第三季现在宣传的陶哲 让陶哲去和一位新人歌手PK 再去被下面的歌手选择 这就很尴尬 所以这个节目这一点定位太乱 重新规划和定位一下音乐合伙人导师的位置 再定位一下飞行嘉宾就是新人歌手 大概制作成新老歌手舞台 也不会被太多观众诟病 当然第三季有周伸这一位歌手常驻 收视力失稳了 你们更期待周伸和水的合作呢